并且也把这个录制聚集都做完了 因为我刚刚已经OK了 我也把它重新再录制了 然后录完之后如果没有错 你怎么知道有没有错 你可以从聚集 录制聚集前面有个聚集 这边会显示出你刚刚录制的两个 我刚刚也有把手机号码串接 这个录一个 然后另外第二个是清除 就两个 那我怎么知道对还是不对 其实你可以简单的方法执行它 那一执行的话 实际上就是把这个串接再跑一次 OK 那如果清除的话 就是从这边再把它清除执行一下 OK 那理论上没错 可是问题 如果你要从这边执行 有时候也不太方便 因为按一下它关掉 所以理论上 如果我希望一劳永逸的话 最好在旁边增加按钮 像我刚刚这样 如果把它清掉 怎么做 按钮会是最简单的 OK 接下来的话 反正以后你只要写完成诗之后 记得 一样的方法 很简单 刚刚是从 我说我刚刚是从这边去执行 那如何增加那个按钮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请你找到这个插入 然后里面的话会跳出 其中有一个叫做表单控制项的按钮 请你找到左上角这个 OK 那它有点像那个小画家 你就点一个像你先拉一个那个长条 这个长方形 点一下 然后呢 这个说十字嘛 请你在左上角就是你要那个按钮的左上角位置 先点一下 就大概点一下 然后请你往右下角拖拉 按钮的大小你自己可以决定 那这个说你把它放开的时候呢 他会问你说你这个按钮如果按下去要执行哪一个聚集 OK 有没有就是刚刚我们在执行的那个地方 那我要执行比如说我这个按钮我希望帮我对应到就是那个手机号码串接 另外一般习惯是会把上面这几个字复制一下 为什么复制 其实按确定你大概就会猜得到 因为他叫按钮3 那如果我希望他的名称怎么样 叫做刚刚的名称 我就想贴上去就好了 OK 那你可以重打 只是我的习惯是什么 我的习惯是会把它复制贴过来 因为这样两边可以match 我就不用特别去记了 OK 那再来的话还有清除 清除的话一样 从这边再插入第二个按钮 那再拖拉 不过一般习惯是希望两个一样大 可是有的时候你怎么调 什么调都调不一样大 有没有你就假设你这样 假设我这边做一个 然后把它切上 然后这个 好 这样子 我按按看 按OK 可以 没问题 只是说呢 就有同学比较 眼睛比较亮 或者是对那种大小 那个感觉不整齐 会有那种强迫症 老师你这个大小不一样 看起来真的会感觉不舒服 好问题怎么办 按右键 按右键 按右键才可以去产生空点 然后再把它调一下 有没有一样大 其实是一样 如果说真的有人就觉得就是不一样大 所以我教过一个方法 像我如果要让按钮一样大 我的习惯是这样 我先做一个之后把这个复制 然后把它贴上就好 贴 贴的话就Ctrl V贴上 或者是你用复制再把它贴上 然后把这个重新按右键 重新指定去起 实定这一个 然后一样 只是说产生一个之后 其他用贴的就好 然后这个的话 名称再把它再贴一次 这样就保证会是一样大 OK 这是我自己的习惯做法 不过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 你可以这样 其实它里面还有个功能 记得它里面在新的版本里面有格式 格式里面可以什么 可以让你对齐还是什么 可以让你大小好像可以 这边大小可以调一样 可是我觉得好像还是没有刚刚那个方法 容易 好像用复制贴比较快一点 OK 这边提供有个参考 就是如何产生那个按钮部分 另外的话 你想说还有同学说 老师 可是我不希望我老板知道我做了很多东西 我希望这个将来不要这么明目张胆 我希望让它小一点点 就是当我要下班前五分钟 我再让它产生的话 怎么办 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插入什么 插入那个小图示好了 比如说我就加个笑脸 你在笑脸上面 你自己可以看 反正这个自己再调一下 笑脸上面的话 你可以按右键 指定聚集 有没有 这个就串接 然后另外插入这边 这个都可以 图笔也可以 反正就是很多机关 都可以去执行你的聚集 比如说我要清除的话 这边有个XX 拿这个好了 这个也可以拿来做 按右键 也可以指定聚集 上面就不会有名称 但是只有你知道而已 按下去 这样子 XX 这个也可以执行 这个的话就是比较属于隐藏版的 OK 就那两个方法 提供的各位试试看 这边插入这个 然后另外可以用插入这个 我是小说 其实这些都可以 只要是图也都可以执行 按右键都有执行聚集的功能 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把刚刚的聚集 透过什么开发人员里面 可以有聚集可以执行 或者是说你可以用按钮 还有小说图去执行你的聚集 只是说写好的程式 其实它录下来的东西都叫做Sub 也就是以后你自己写的VBA 也可以产生按钮 用的方法也是一模一样 OK 所以这个当然请各位多多熟练